来到劳保局不少退休民众到零贵申请劳保劳退两笔退休金 这是许多劳工退离职场后下半辈子的依靠 但现在就有民众和家属想拿回劳退金却领不到 劳退心智至今上路了18年 但根据统计因为超过情理期限而丧失情理资格的退休账户 就多达2.4万个 也就是劳工提拨多年的退休金一笔勾销 劳退心智2005年7月上路 由雇主替所属劳工按月提小不低于每月工资6%的退休金 到劳工个人专户 无论累计多少金额 只要年满60岁就有权清令 但若劳工在60岁前不幸过世 超过10年请求全时效就会丧失资格 虽然这笔退休金是属于劳工个人所有 但还是很多人忘记领或是领不到 经过我们发现请求全时效超过的部分 那大概有半数以上专户的金额都是在5000元以下 那其中呢在1000元以下的是占多数的 那也许因为金额比较偏低 所以移属请领的意愿也比较低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移属他是抛弃继承的 因为劳工生前可能是有一些债务 所以移属在经过评估之后抛弃继承 那抛弃继承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请领退休金 移属未能请领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有些移属已经办理抛弃继承 或是认为金额太少 没去请领都有可能 人资专家进一步表示 一般国人对于94年 政府开办的劳退心智 雇主有提脚6%较不熟悉 忽略要去请领 再来是少子话下 家庭成员少联系不紧密 以及劳工过世后无子嗣 种种都是原因 一般人对于这个劳退呢 可能不那么熟悉 所以呢在碰到劳工有死亡事件的时候呢 那他的家属可能也就不知道要来请领 现在呢家庭人口比较少 对于我们家庭成员呢 他在外面的工作的动态 可能也不那么熟悉 那所以呢在缺少联络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家属可能也不晓得 他的工作的情况 就不知道说 他还有劳退金的这一笔的累积专户 所以就忽略了要去请领 但根据劳保局现行做法 是采三阶段通知 第一阶段当劳工死亡后 在核定遗数请领劳保死亡给付时 会助记有劳工退休金可以做请领 但如果当事人过世超过两年 还是没领 就会启动第二阶段主动发函通知外 也会一并附上劳退退休账户申请书 另外从去年开始 当事人过世八年后人未领 未再发函通知一次 请求全时效已经有五年延长为十年 所以我们有新增针对劳工 如果死亡超过八年 还没有请领的部分 那会通知他遗数做第三阶段的一个提醒 那这个部分呢 是在修法之后 因为请求全时效的延长 所以呢新增了这样的一个通知的服务 从劳保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去年主动通知劳工死亡超过两年 已数共一万六千八百零三件 新增通知死亡超过八年 已数有两千五百四十九件 合计约两万件 全产总秘书长戴国荣就认为 虽然劳保局采三阶段通知 但还是有改善空间 因为现在诈骗猖獗 书面通知容易让民众误以为是诈骗 而不予理会 政府必须加强宣导降低民众疑虑 因为我们了解在书面通知的部分 吹脚函的部分 由于现在诈骗猖獗 那很多的民众可能会认为是诈骗 不会想要去做请领的部分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加强政策的一个宣导 那让遗嘱可以领到这一笔钱 毕竟劳工辛苦工作赚的是血汗钱 少一毛都不行 劳退是专户制 不受劳保破产影响 民众务必要了解劳退心智 才能避免损失 TVBS新闻 黄冠伟 乐燕轩 台北 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